副院长赶快回到真正的行政院副院长的工作 真正的为民众来解决问题比较重要 食安的议题先是鸡蛋这么的严重 不管是坏蛋混蛋 这样子的让民众不安 现在又来了一个混肉 然后竟然我们行政院没有提出任何的解决方案 只会提告在野党 只会提告质疑的民众 这是什么样的行政院 我在问郑文燦副院长 昨天是全国在新竹以南 全部都是在防灾的情况 新竹以南全部在防灾的情况 中央应变中心应该是一级开设 请问中央防灾委员会 中央防灾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哪一位 昨天在做什么事情 想要再继续请问市长就是说 因为像美租现在有被查获说习产币 那又爆出说去场会补助3亿给进口租 被质疑说是用公帑在帮美国做生意 当初政府说会把关会标示 但是现在这样子的话是变成 中央跟厂商联手来欺骗百姓吗 那您觉得说政府该不该道歉了 上次的鸡蛋 那吃到皮疙瘦 你们不安心 下来又来一个美租习产地的问题 有多少个美租因为习产地已经进到人民的肚子里面 大家还是更惶恐了 已经联系养吃了 民进党政府 你把关把关的不严格 你当然要道歉啊 你怎么会不道歉呢 当然道歉 是对人民道歉 最重要的要赶快 把那一批美租重组肉片 好好的一个礼拜里面 把他的来龙去末搞清楚 对全民做一个公布跟交代 不然人民还在担心还有多少流入在外面 所以这个部分要查清楚以外 美租进来的 全部全部的做转整的机场 全部的公开 很清楚的损失 到底整个流向在哪里 现阶段在哪里 把整个数据公布给大家很清楚 这是人民要的 不但这个部分要的 为希望 不是只标示美租以外 那个来际更要标示清楚 把很多的问题 你只要标签清楚 然后来源清楚 那就没有问题 而且你要在一段时间里面 你要就要公布 一段时间你就要公布 民众有知的权利 已经发生鸡蛋习产地 人民对政府就没信心了 现在又发生美租习产地 你两个 你不用出来道歉 那也这么奇怪 道歉以外 把时间赶快把关好 这才是人民所要的啦 我还想要请教 昨天这个例子也好有 还是有谋料说 那个巴西基蛋一次有爆价 这个超司一箱有20美金的价上 等于说整整总共有500万美金 难道总领部又是在会超司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想 呃超司相关的争议完全没有过去 我们也听到现在坊间非常多的传言 甚至有谣传是呃部会的首长副首长牵线 找到了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而成立 而找到的超司做相关的事物 所以我们看过去从快筛到现在的进口蛋 一点一滴感觉起来都跟民进党 呃关系非常深厚 所以这边我们也强调 是就是非就是非 检调应该好好的来追查 绝对不能侵放这些发国难财的 违法商人或政客 我想啊在之前那个令北好游 他传出被威胁的时候 那确实我们有非常多人人声援他 包含我自己啊 呃我觉得我过去的声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想任何一位受到这样的威胁对待 我们都应该声援 但是在昨天晚上传出结果是一场自导自演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完全的不可取 而且呢事实上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我们很多的一些党籍民意代表 大家都觉得非常傻眼 那看到的时候这个眼珠子都快掉出来 说怎么会发生这样事情 这到底在演哪一出 所以呃就是令北好游的自导自演 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 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但是这就是不可取 而且这就是欺骗 所以对这样的一个自导自演的一个所谓的威胁案 我们还是会淫于谴责的 好游就有自导自演这个事情 但当初您有这个大力声援 现在您怎么看 哦其实我当时哦 我在念一次我当时的留言是什么 我说呢 好等我一下找一下我当时的留言 我说的是呢 哦加油哦 好谢谢你为人民追出真相 我们会做你的后盾 请警方一定要查出恐吓者的真实身份 所以我当时的立场就非常清楚 我不知道是谁在恐吓他 当然也有自导自演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事情被恐吓了 一定要请警方来查出真相 所以呢哦 我是想讲就是好游呢 确实在实案议题上 为人民追出了很多的真相 所以我被认为被恐吓是相当离谱的行径 应该要查出背后真凶 那现在如果他自己都承认自己是自导自演 那当然就是做错了 没有人会去瞎挺 这个事情一码归一码 那巴西的进口蛋确实有混冲 以及流向不明的问题 这个各县市政府不分蓝绿 都有击查到而且重罚 所以巴西的进口鸡蛋 有问题这是一回事 林北好游自导自演 这是另外一回事 那有问题的部分 包含台中包含高雄 都有击查重罚 甚至很多人被送检掉了 那这个是一个事实 我们感谢他曾经为大家追出真相 可是我们不赞同 不可能赞同他的自导自演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有人去瞎挺他自导自演 过去或许大家不知道 但是现在既然警方检掉 已经查到了真相 是一个自导自演 我们就不可能去支持这样子的行为 也要请大家注意绝对不应该在公共事务领域里面有任何造假的情细 就是伤害社会大众的情感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处理我这段录音的时候 花了很多钱去送第三方验证 其实我可以不必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非常确定这个人就是国喜 可是因为我不希望让任何人有说我们造假跟剪接的风险 所以我去送第三方单位 所以我想诚实由自己做起 那今天我们开的记者会 我们就会对自己负责 我没有办法知道对方有没有自导自演 对方有没有造假 但我一旦知道以后 我们绝对不可能会去力挺造假的事情 但是过去的这些进口食安相关的蛋的争议 包含有人买到了坏掉的蛋 这都是事实 包含那个在大安区买到坏蛋的这个杨大哥 他有录影他有存证 这些都有相关的记录在案 所以我想一码归一码 食安的议题应该要继续守护 但同时我们也谴责 我们也不支持任何自导自演跟造假的行为